正街上处处张挂着牙齿的广告牌 以及热情的推销员 欢迎来莫拉市 谢谢你来 这里是靠近美国的一座墨西哥边境小镇 文明的莫拉市牙齿城 每天都会有不少的美国人 特地越过边境来这里接受牙医服务 2000$ out of pocket 在国家比较400$ 是一个大差别 特别因为我有五个孩子 价格的差别是极致的 我曾经有其他工作 我可能会赚了20,000$ 相比起美国昂贵的牙医服务价格 这里的牙医服务 就好比一趟回家的车程费用而已 也难怪这些美国人会千里迢迢地 跑到边境小镇这里来消费 你还有新装备 你还有清理工程 为什么你不来 尽管美国政府这里喊着要建围墙 要堵住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的要道 不过美国人本身却是要往墨西哥那里跑去 因为那边的消费价格优势太明显了 相信这恐怕是连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的许多人 都没有想到的